因此做事的方法法實際在最近亦來說訂閱 í garderョke 你們都休息了很久 若君恨也有休息的話 聽聞他們也休息了很久 我們就立即工作 我們經常會面巾めて你們 你們是否餘醫生教授就開始翻訕? 會的會的 但是我們做事的方法就是相比jay 以前我相信行外很多人都是這樣 就是你有什麼歌,有什麼產品,然後有一個策劃 一個策劃,有什麼策略,有什麼計劃 以前就是要好像,感覺上要一次過清清楚楚要怎麼做 現在不同了,現在就是我們一步看一步看 因為每天的改變,現在的事情變得很快 可能我當初讀的方式,怎麼宣傳自己,寫什麼歌,什麼類型,什麼風格,唱廣東話,唱國語 如果以前一早定,之後發覺我們很多東西都錯了,也就是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算出來也看到,好像Soft Launch 不想說,回來了,那些人說,那怎麼辦 先,按照給你們好,那就是用這裡,現在,明天我們有個雜感show,演唱會 一個Soft Launch,人家見到我們又登台了,又在台上見到我們了 那麼逐漸下來,我們會是用這些這樣的方法 沒有大計,有人經常問有什麼大計,沒有大計 可能連計都沒有 我想問一下,因為你聽到樂壇,很多時候已經不是說出大碟了 可能出Dep,或是說,逐首歌出,出了一段時間 或者他們自己都有計劃之後,才將它放在一層座窗裡 你們會不會有這個方法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你是明白我剛剛說的 是的,未必是這個,有可能是這個 其中一個方法 因為現在媒體,你們那一屆都厲害了,都豐富了 很多不同的渠道可以,就是你可以 只是說音樂是有幾多的渠道 科技有很多的渠道 所以我們以前,我們當初開始 其實渠道很少的,只有那幾個 基本上你走幾個電台,走幾個電池 可以說是挺雲泉的 現在不是,除非你是逐個逐個去做 我們都試過,不在香港 但試過,那時候在台灣台北 逐個逐個逐個小的電台 就是這樣去上電台做一些節目的 現在我們就不想重複這個經驗 雖然是有些成果的 但是現在以我們的狀態和年紀 我覺得我們要用另一個方法 狀態的意思是我們已經是找到一個平衡 我不會剛剛選擇用他這個方法去講 所以我現在正在兜 我正在兜 我答應我可以兜 我可以兜 當然繼續 那個狀態的意思是一個很完美的狀態 有趣一點令到我們 可以搭著我們的幻想力、創意力去推廣我自己 想找一些新的模式 新的模式可以有很多不同 譬如這樣 Julio現在是在畫畫的 有人開始留意他畫畫 自然會問他 咦?你在畫畫? 那音樂呢? 咦?有喔! 我們都有在做的 這是一個例子 不一定是用音樂 不一定是拍什麼電影的 是透過不同的活動 剛剛說法 你問這些問題 一個很現實的方法去看一件事 去管一件事 去策劃 我用一個可能神話一點 秋長一點 就是什麼呢? 我相信你應該聽過 一件事是你的 就是你的 你聽得多 那什麼時候用呢? 就是這些位置 就是 當你做了這麼多年之後 好像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是我們的就是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就不用你 繼續 是憑什麼 誰喜歡你 就從那裡開始 例如 是師奶是喜歡我 那就集中師奶那裡 我不用拿了 就是沒有貪心 就是始終每個人 我很相信 每個人是有 她的觀眾 而不是因為她的藝術 我覺得我們人與人之間 都會吸引到我們 適合我們的人 的格 所以如果你是用 你是表達 用藝術表達 你是唱歌的 我相信你會吸引 類似你的人去聽你的歌 所以我都不會太 我們說了這麼多 都不會想太多 順其自然做好自己本分 自然有人會買